第五题发电厂所发出的电能一般需经由长途的输送线路送到各地区的用户 因此输送线路是利用电阻很小的铜线制程以减少电能的损失 若发电厂所发出的电功率保持一定且输送线路符合欧姆定律 当发出电压变为原来三倍时 则输送线路上电能的损失功率变为原来损失的多少倍 我们看到发电厂发出的功率一定公式叫做P等于IV 所以当我的电压会变成三倍的时候 我的电流就会变成三分之一 那么在这个线路上的损耗带的公式叫做P等于I平方乘以R 老师上课解释过为什么不可以用V平方乘以R来算 因为我们线路上的电压不是题目上所提供的电压 所以不能用这个公式算 要用I平方R算 我遵守所谓的欧姆定律表示我电阻为定值 那我的电流变成三分之一还要平方之后 所以我的损失的功率就会变成九分之一 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 当发出电压变为原来的三倍时 则输送线路上之电能损失功率 变来原来损失的多少倍 我们答案选的是A九分之一 这是您的线路上之电的观点 成二迹 毕业